海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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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說香港人去日本比自己的鄉下多 大阪市內的景點大家都去過 今次來到這個由當地人推介的文青小區中期丁 區內有齊咖啡、古雀店、超和街巨店等等 全部都是文青最喜歡榴槤的地方 首先第一站可以先去咖啡 這間咖啡是由一間有140年歷史的古文宅改建而成 門口被樹葉包圍著很有宮崎進動畫的奇幻感覺 裡面更別有洞天 裝修充滿古典氣色 店內主要是供應咖啡、自家製甜品和輕食 除了是咖啡 平時店舖都會舉辦不同的文藝活動 客人不算多,氣氛悠閒 不妨花點時間在這裡靜靜喝咖啡 訪問一下平時急速的腳步 第二站可以去逛古雀店 這間古雀店其實在東京的夏北閘都有分店 主要是賣美國和日本的中古服飾 深受熱愛古雀穿搭的日本人歡迎 不少潮人都喜歡過來尋寶 中期丁店樓高三層 地下專賣男裝 皮外套、oversize 衛衣等等 都是搶手貨 走上二樓看看 二樓主要賣女裝 款式同樣多到花多眼亂 而三樓主要用作其他活動 買完古雀一於去買賣家品 近年文青樓行收藏的超和年代家電 這裡一定要買得到 大部分都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由日本生產 每件都充滿年代感 很有收藏價值 比起香港市面買到的價錢 還相對合理些 不過始終日本和香港的電壓不同 買電器之前就要考慮清楚 最後有時間一定要去這間 走少女路線的cafe 跟剛才第一間很不同 天花板倒掛著大量粉紅色乾花 非常夢幻 食物方面最出名就是雪條造型的cheese cake 和雪糕梳打 超多賈妹來打卡光襯 味道一般 但外形真的沒得輸 中旗町和大阪梅田車站 只有一個站的距離 地理位置很方便 特色小店亦多到數不完 下次去大阪 不妨花幾個小時時間走個圈 感受一下中旗町的漫活時光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pose 有縣 有縣 有縣